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为了习安的缘故,我必不接默 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绝不静止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他的救恩向明灯发亮 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 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 人要给你起一个新名 是耶和华亲口指定的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美丽的冠冕 在你神的掌上要做君王的华官 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 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有丈夫 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 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 新郎怎样因新娘欢乐 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人 他们昼夜都不接没 替耶和华知名的 你们不要静止 你们也不要让神静止 直至他建立耶路撒冷 等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受人赞美的城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 和他大能的绑壁起誓说 我必不再把你的五谷 给你的仇敌做食物 外族人也必不再喝你 劳碌所得的新酒 唯有那些收割的人 可以吃五谷 并且赞美耶和华 那些收集的人 可以在我圣所的院子里 喝新酒 你们要经过 要从城门经过 预备人民的道路 你们要填高 要填高大道 要捡去石头 向万民树立旗帜 看啊 耶和华曾向地级的人宣告说 你们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啊 你的拯救者来到了 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 人必称他们为圣洁的子民 为耶和华买赎回来的人 你也必称为被爱慕的 不被遗弃的城 不被遗弃的城 不被遗弃的城